哎呀 雨过天晴 今天准备 看我手套拿出来 准备重新办一下那个万能配图 然后呢 细节具体的那个 怎么配的 很多观众可能忘了或者还想看 那么也顺便可以再复习一下 然后最重要的事情呢 是今天为什么要弄万能配图 有一颗我期待已久的 叫手指柠檬 我把它种上 手指柠檬是这样子 刚买 在这里 很难买到啊 然后它一定要有执照的地方才能卖 不是随便什么苗圃都能卖 我 我们找了好几家阿姆斯 买到的 因为为什么呢 手指柠檬它属于柑橘类的 然后属于柑橘类里面呢 比较容易被柑橘木丝侵害 那么柑橘木丝侵害过之后呢 很容易得黄龙病 黄龙病是一种细菌性疾病 但是柑橘木丝吸食它的枝叶的时候啊 它会把那个病毒带进去 而且柑橘木丝是来自亚洲的一种昆虫 这就是外来物种啊 然后加州嘛又是柑橘的一个重要的产区啊 各种橙子啊柠檬啊 然后都会它不可治啊 可能要花很大的代价值 就代价太大了 就几乎就是得了就放弃治疗的那种 所以柑橘木丝号称那个 传播黄龙病 然后导致加州的这些 得那个黄龙病 黄龙病得了以后就是柑橘里面的艾滋病 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么自己家种 所以说真的不要去 去到 就是自己去海运啊 什么的 动植物这种东西 活物啊 买也要到有执照的地方买 它这个黄龙病其实有点像 这个这个上面有点黄的那种叶子啊 那这种它是经过检测的都是 它又不是每家都有的 嗯 这个 就是阿姆斯状也是只有它 嗯 哇这么多蚯蚓 下雨下过了 这里都是水 然后我看我这里 倒了这么多藤土出来啊 都是废土 这些废土是什么土 都是那个 瓜叶菊的 瓜叶菊和那个万寿菊的啊 想过冬看看 结果过完冬发现 它的根都死了 就这个东西就是一年生的啊 我以为就是表面会冻死 下面还能还能门发 结果都死了 过不了冬 那这个 这个是圣诞一品红 圣诞一品红呢 也是 圣诞节 或者我们花轮过年的时候 也就是摆室内漂亮一下 我能种活室内 但是我种不了来年还是红色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日夜温差也尝试了 阳光也 暴晒也尝试了 种不红 那这个呢 就剪掉了 剪掉根还活的 算了 全部拿出来 这个就 这个根丢掉 然后我就是要它这些废土啊 这些中国花的废土啊 相对没那么肥 都利用起来 哇 这里还下了雨 即便是这些废土啊 再加叶康 它这些废土里面啊 其实都是那个特别肥的 也是 都倒进去了 都倒进去了 这个火山椅 这个火山椅 火山椅 火山椅 这火山椅 这个时候又有人会问我比例了 这个东西就跟你天天烧菜的人一样 你放盐放味精 你不会拿刻度尺去量的 大概就行了 剩下这点火山盐 反正拌进去就行 但是一定要掌握那个肥土的比例 我这个里面底下还有一点肥土 然后那些肥土也相对比较肥的 我觉得这样就不用心价了 要拌匀就行 所有的 但凡你能买到的商品土 就号称什么多漏土啊 玫瑰土啊 但凡你能买到的 你甭管它号称什么土 你都当它是肥 别当它是土 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要不然直接用纯的那个种 别说种好啊 就是不种死就已经奥弥陀佛了 所有的新手 都是这个问题 真的没有像我这样掺货的东西啊 你弄点沙子 建筑工地去买点 建筑沙来 拌进去都没事 至少要掺到一半对一半 一半都多 有些肥土 因为别看批刺的 那种肥土里面有些是那个 牛马粪特别多 加州基本上 在美国应该说 牛马粪真的是 都是免费拿的 因为养殖场处理牛马粪 它也要 也要钱的嘛 给做堆肥 做这种商品土的人拿去是最好的选择 做商品土的人肯定是免费的东西多掺一点 要钱的像珍珠眼啊 其他他要花钱买的东西少掺一点 其他什么椰康啊 泥炭啊 那些是要钱买的 它肯定会少掺一点 导致美国的所有的土都特别贵 而且还特别肥 肥大了 什么都种不好 然后新手呢 就是第一反应就是 一见到黄叶 一见到不健康 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水多了 然后又 那样子种水多一点 还还还至少不会死吧 如果说肥烧了又第一反应是不是水多了 那基本上就完了 又开始空水的话 以上所述就是 我的最经典的一个理论 而且教会了无数的 我这里的老观众 种好花的理论 看看它里面 它这个里面啊 还不算肥的 它里面掺了沙子 这一看就是有沙子掺过的 它是肥土掺沙子 所以它根系还是活的 阿姆斯卷还是相对还好一点 这种图里面 这种图里面 堆肥是肯定有堆肥 这种木屑都还没烂 嗯 整块的木头都还有 天啊 真的是 但是它掺了沙子 沙子是最便宜的嘛 虽然也要花钱买 而且它这个堆肥是以木屑为主的 可能牛羊粪相对少一点 有没有牛羊粪 其实一闻就闻到 好 我刚才那个混了 加上它刚才上面弄下来的这些啊 再混一下 尽量就不去拔 不去伤根 这块是木头 对对对 是纯木头 哇 这都是那种 就是平时砍树的那些工是打碎的那种 木桩子打碎 也就打成这个程度 这个有刺 刺很多 它这个是不是嫁接的还是本身就修成了一个钢膛堂形 修出来的 修成钢膛堂形 是不是跟接不知道 看不出来现在 可能也是的 嫁接应该最快 嗯 然后黄龙病这个病啊 连自己嫁接都不能随意嫁接 因为它通过那个 昆虫的吸食汁液导致传染啊 你也会因为嫁接 就是它的汁水互相之间 植物的体液互相之间会传播 好嘞 好嘞 挑个 挑个盆 哎呀 这批盆容易碎啊 大小是合适的 先用用看嘛 太大了 所以我这个里面就根本就不用放肥土了 因为它买的里面还有还有缓释肥是吧 只有太肥 种不好都是太肥的缘故 好像买的东西里面很多都有缓释肥的 对 所以这样拌一拌就行 我那个大的铲子呢 这个还是这个大的 有效率 然后这一棵呢 我不打算递摘 因为这个手指柠檬 不是容易遭到那个牧师的侵害吗 所以我放在前院和玫瑰一样 去大水大肥的 我说的那个大肥是水肥啊 大水 大肥去吃火 而不是有机肥 有机肥大了 都完蛋 缓释肥加有机肥 特别容易完蛋 大水呢 是因为我要在阳光下冲它 冲它呢 那这样可以使它 那个牧师啊 不容易在上面传播疾病 我经常 反正我在家有空就冲一冲 冲虫害都少的 什么日本甲虫啊 白粉冰啊 都会少很多 挺好的这样子 挺好啊 挺好的 土够不够啊 一大块掉下去 好可惜 哦 好可惜 哦 如果我也在用 反正没耐心可以快静着看 但是尽量就少剪切 现在做视频 真的想学东西的人士 我这样的视频会更好 看的会更认真 学到的东西会更细 这种刚买来的状态 也给大家看看 到时候以后种出来的状态 种吗 很种 我故意放这边来 大家看一下这棵 也做个记录 现在没有花没有果 然后也不是太健康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果汁会是怎么样的 这个手指柠檬呢 长的就是长条形的 也叫手指柠檬 但是呢 它打开以后呢 就号称植物界的鱼籽酱 它那个一颗颗的是很鲜 但是不甜 又酸又鲜的 拿来做什么用呢 到时候配合我的美食频道 我做美食用 做各种沙拉 酸辣口酸甜口的菜 美味佳肴 作为一个配菜 刚才那么湿的水 是吧 但是不意味着 可以不浇水 也是要浇透的 现在还没有阳光 那马上会出来 今天多云 最好就是大阳光下去冲 连叶子一起冲 冲完就有阳光暴晒 白粉病都会好 然后这颗月季 顺便也记录一下 昨天拍过了 昨天已经拍过了 衣服光 上一期出现过的 就这种样子 到时候我们再看衣服光以后 春天开花的一个变化 春花这一第一波也会有春花的 看这个白粉病 这个还艳变挺有量的 也得白粉病了 这个位置其实偏了点 我水不太冲得到 这样的不严重 其实也是因为经常冲 才能维持这样 不用打药 这么一点就不用打药 因为我能冲 等下太阳出来我冲一下 现在就不冲它 已经有白粉病了 就尽量这样 没太阳的时候不要冲 有太阳的时候去猛冲 好 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 多云 我冲给大家看 多大的水量 这样的水量 有的时候它太那个 你这样手上扶一下 扶一下 这样子冲才有用 不要说冲不掉 这样冲肯定能冲掉的 现在太阳晒着 这水都是刚下过雨上午 都是盆土都是湿的 但春天有太阳就赶紧冲 没太阳的时候 浇水都 如果要浇水都 尽量把水浇在它的土上 别碰到叶子 水没碰到叶子 没关系 现在有太阳 赶紧冲一下 像这颗很明显的 这颗是那个嘛 勾针编织嘛 非常容易白粉病的 那我这个位置摆在这里 冲的勤快 它一点都没有 叶子卷卷的 都人边吃 然后每天在花园里唠叨 但是这个观念真的 我太难去扭转了 一个是浇水 一个是用肥的 这两个观念 我不断的在扭转 但是很多 就商家吧 应该 不断的在 在跟我反着说 大家想一想 我的频道就是不卖货 不卖花 那我为什么要去骗大家呢 是吧 有些商家本身就是为了卖药 卖这些肥土 所以 然后我这样 从刚买的那种不健康的苗到 把它种开花 种得很漂亮 是吧 从早春 这样 给大家看过来 花架子倒了 再扶吧 我先冲 趁有太阳先冲 这棵倒掉的是蓝羽 去年的小苗 咪咪小的 去年都没怎么出镜 但是我刚买的时候是拍给大家看过 蓝羽还挺会开的 剩下的就是这样冲一冲 是吧 小苗芹千叉的也是一样的 就冲 那我会站远一点冲 然后我心千叉的 有些羹都没上了 然后进了 冲的凶洞 羊牡丹 都已经开得这么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先这样 欢迎订阅下去 看下去 最重要的是 最美的时候还远远没到呢 是吧 最远的时候要五月份 基本上都 好 最远的时候 对 最美的时候五月份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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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